我老公最近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怎么回事呢 我老公有一个移动硬盘 大概有8TB吧 有一天可能是我女儿在电脑旁边玩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那个硬盘碰掉地上了 然后再插上去呢就不读取了 我老公最近这几天呢老纠结了 看样子挺痛苦的 查不思犯不想的 因为那个硬盘里面有很多东西 对他来讲很重要 都是我们之前拍的一些视频啊 照片呀 还有一些对他来讲很重要的资料 如果说坏了的话 那些东西可能就再也早不回来了 他这几天呢都在打电话 问一些公司看看能不能修好呀 他刚刚呢还在打电话呢 我一会儿就上去问问他 看看那个硬盘能不能修 怎么样打电话打的能不能修啊 修是能修就挺贵的 他修要899 然后那个因为我这个超过1TB了 他要买那个大号的硬盘 嗯 大号的硬盘还要加价要299 总共差不多1200 1200美金吧 对啊 嗯那这硬盘你不是说里边有你挺多重要的东西吗 要不然就修吧 其实硬盘没多贵 就那里面很多以前的一些照片啊电影啊 还有大学生毕业晚会的那些视频都在里面 就这些东西就以后再也弄不回来 找不到也买不到 那没办法那就修吧 就别别想了 别犹豫了 早知道就不把这硬盘放在里面 吸吸能碰到的地方 其实这个1200美元呢 对于我们家来讲呢 还算是一笔挺大的开销的 我们家一家四口的伙食费呢 可能还吃不到1200美元 1200美元也够我们出去旅游玩一趟了 嗯也够买个iPhone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生活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在美国虽然是有些东西它不贵啊 比如说吃的用的呀 都还比较便宜 但像这种人工费呀 特别是像这种高科技的人工费呢 还是挺贵的 其实修这个硬盘呢 它也不用费什么劲 但是呢由于是高科技吧 咱们也不懂 我老公也试着打开过了 也试着去上网找一些视频啊 去修 但是就是弄不好 只能是请专业的人去修 还咨询过好多懂电脑的呀 懂这些修理的人啊 但是都说不行 修不了 只能去找专业的人去修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花1200美元能修好的话 我还是愿意的 我老公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 我们之前拍的照片啊 视频啊之类的 他都会保存好 都会存到那个硬盘里边 然后没事啊 就拿出来看一看 可能这里边的东西呢 对于一般人来讲呢 是不值什么钱的 只是一点照片啊 视频啊之类的 但是对于我老公来讲呢 他就是无价的 所以我觉得花钱能修好呢 不管多少钱我都是愿意花的 大家觉得花这笔钱值不值呢 是你的硬盘到了吗 对 哇 都等了两天了 应该是当天机第二天到了 现在都等了第四天 这美国快递的速度 你千万不要信他 包的还挺严实的 哇 这都什么东西啊 可能是我以前的硬盘也就寄回来 等会看看好不好使 怎么样好使吗 现在好像还要密码 我把网上的密码都打进去 我只进去看看 能打开了吗 这个显示出来了 应该可以了 我试一试 你看看 资料什么都在不在 好像应该都在这里 是吗 打开个文件 看看能不能打开 你不打开这个视频 我还不知道 你以前还是跆拳道黑带啊 你跟我大学谈恋爱 你不记得吗 都忘了 都多久以前呢 你那时候头发还挺多呀 我那时候跆拳道 要是练得不好 能把你追到手 行吧 资料都回来了就好 总算是安心了吧 感觉悬在心里 那个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不再那么纠结了 之前就这一个 隔八月就一直在担心 感觉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贵 行吧 就当花钱买你开心了 怎么那么闲 好了